薄熙来被双规之后 一直被中纪委秘密审讯 最近有消息说 中共军方也介入到对博案的审讯之中 对于同样是违法犯罪 对薄熙来则进入双规的隐秘程序 而对他的妻子骨开来 则用普通的刑事案件程序 纽约时报6月14号分析说 双规只能是中共党内干部享受的特殊待遇 外界猜测 从双规的特征来看 薄熙来案可能难以公开审理 双规的意思是在特定时间 特定地点交代问题 秘密 隔绝和严厉审讯手段 是双规系统的标志 近十年来 这种系统逐渐演化成制度化的中共党规 已成为中共政治权力斗争的一部分 据内部人士透露 审讯薄熙来的人员中 除了中纪委的人 还有来自军队政治处的人 薄熙来本人对双规这一审讯系统非常清楚 他曾在重庆借反腐打黑之名 大肆清除政治对手 抓了数千人 一些人被处死 其中被双规的就有前重庆警察局副局长彭长健 官方说他在审讯当中死于心脏病发作 而前重庆交警总队队长陈鸿刚 报道说他自己撞墙而死 他秘密审讯就是不要让老百姓知道他具体的问题 这样子呢他们就可以操控了 我想把这个问题搞到什么程度 或者搞到什么方向 他都可以可以做到的 比如说是以前比如说坦白重关 但是也许你双规的时候你越坦白啊 你越完蛋了 越要灭口 因为他一坦白的话 他就把他的伤及叫交代了 另外呢比如说他在等什么人 就可以借这个机会 借他的苦工去等另外一个 东南大学法学教授张赛宁律师认为 双规本身就是违法的 他不经过公检法 就可以直接限制人身自由 另一方面双规也是对党员犯罪的一种保护措施 因为这个我们党的领导干部的 所有的违法行为都是国家机密 那么司法机关也就自然而然就 也就不可以直接来揭露 来出去这些机密问题 必须由党的内部组织 也就是积累检查委员费 来进行这个审查 这里面就有一个漏洞的问题 就有个司法的漏洞 有的时候他明明是构成了犯罪 他可以通过三规审查以后 不认为是犯罪 或者是做一些轻微的组织处理 比如开主党级将其降车处理 就代替了司法处理 往往是这样的 双规的另外一个重要特征是保密性 美国旧金山一个主要在促进中国监狱制度改革的组织指出 保密是为了不损中共的面子 不伤其执政的合法性 这个组织据此预测 对薄熙来的指控不太可能公开 官方数据显示 从2003到2008年超过88万党员被双规 但其中只有2.5万被司法起诉 张赞宁律师主张取消双规 他指出 无论是多大的中共官员 为了法就应该由司法机关直接来处理 公布所有罪行 绳之以法 给公众一个交代